好 馬上要請到阿基師做了最五星級的改週 滑蛋家人阿基師 五星級的滑蛋喔 五分鐘喔 我們也要五分鐘喔 一樣了 計時開始了 已經計了 已經五秒 阿基師 下頭下頭 你看 下頭要炸 要炒 要炒嘛 炒到真的香 香了以後呢 直接沖水 就這麼清爽 有什麼油 還好吧 對不對 你看 那個切蔥就是比我厲害 所以每天叫阿基師嘛 你叫阿基師嘛 阿亮酥啦 阿亮酥 然後一直切蔥 也不錯了 他這個蝦頭的這個湯 剛炒香了之後呢 這個湯要熬多久就好 少說至少都要熬個一兩分鐘 一兩分鐘 至少啊 這個小朋友不要學 小朋友不要學 你看看 這是我哪裡會啊 我一笑就笑到 手指都下進去了 肥一點點的蛋白 我剛剛也用了 肥一點蛋白 這還要幫你看看 比較粉 剛才那個枝肉他現在醃魚露進去 不OK 不OK 很嚇 我沒有跟你講 真的嗎 蝦子不會很嚇 我剛剛一直替你們在捏一把汗 他還要講得到 魚露的鹹鮮對蝦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非常不但有幫助 還很直接 可以提味 對 好濃喔 濃汗 你的顏色也太濃了 濃汗 小蔥段 放進來稍微小炒一下 爆香 抽的香味真的聞到了 爆香要真的聞到 所以剛剛切小段的原因出來 它的個頭比較漂亮 那現在小滾一下 它的甜度跟香味就會出來 那魚露把它用在調味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我這邊有一點點 這個糯米粉勾芡的 勾芡 蝦子這時候撥進來 這個時候撥進來 讓它稍微小煮一下 甜度流到這裡頭來 好 蝦的甜度流出來了 對 很簡單 真的 你不要去 所以這時候的鹹心很完整 有沒有 它甜度都在這裡了 甜度也鮮度 對 好讓蝦子去吸那個湯 對 那這邊的湯當然是不夠的 四分半 最後三十秒 阿基師你的蛋還沒有放下去 這邊的湯當然是不夠的 四分半 最後三十秒 阿基師你的蛋還沒有放下去 阿基師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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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放下去 阿基師的蛋 油那麼多 這些個油是針對的這些個蛋 倒數十秒 倒數十秒 蛋會吸油 對 沒錯 所以一定要加一點點 對 所以說那個油的順序 我們就沒有學到 好 好 時間 到